很多人煲湯就說用什麼藥 用什麼藥 那我就煮什麼呢 煮湯啊 煮東西又不喝得那麼多 那我就燉雞汁 那是怎樣 整隻雞熬出來的汁 不是熬 簡直是就這樣燉雞的汁 我們就剝了一些雞皮 剪了一些雞膏 還有雞的屁股 雞的頭 那些就不要了 拔乾淨這些 即是盡量一滴肥也不要漏 是的 很有趣的, 兒童節喝這個燉雞汁不錯 不是的, 如果小朋友真的 他藥, 你這樣補是不錯的 因為他真的…你喝了他 他真的有精神之類的 除了小朋友 你老人家, 大人也可以補 這個雞汁就… 因為他又沒有藥 把它剪開四邊 一定要剪開四邊 不, 因為我放進去原來是甚麼 那你如果整隻的 你又攔出了那些味道、醬汁出來 我們這樣, 把它弄開四邊 一隻雞滴不到多少… 即是你做了多少碗雞 它滴到一碗的 剛剛好一碗的 剛剛好一碗就… 對, 把一個碗… 不要這樣放, 這樣 哦, 人家經常說吃碗面反碗底 這次沒有所謂了 做這個滴雞精出來 就可以吃碗面反碗底了 這樣, 拿給大家看 對, 剛好, 對吧 那我把碗做高了那隻雞 那那些雞汁就全部放進去 這樣, 你可不可以幫我倒一些滾水 當然可以了 好, 這樣夠 倒多一點, 它有條線的 有條線的 看到了, 好, 剛剛好 是, OK 哎呀, 不用做這個 對啦 為甚麼要把果皮放進去呢 因為果皮又止咳, 又健皮 這樣可以潤一下肺 滴這麼多的酒 不少酒來的 對, 不少少而已 因為它燉了出來 就不會有酒的味道 會揮發的 那我燉它大概… 你說兩小時左右就行了 是 得了嗎, 對吧 是呀 很期待這個雞汁 千萬不要倒捨 只有一碗而已 是呀… 是呀… 回起先, 去一去說 這件事很緊張 多也沒有了 沒有了 不要停的嗎 是呀 都滴了半個小時 你死吧, 滴了半個小時 試一下… 試一口可以嗎 你試了一口 我怎麼拍那一口呢 沒得拍呀 勾拍了它 一口 這個… 嘩, 還有這麼多的 嘩, 甚麼事 你收了這麼多的 你最後拿個尾會 不是壞 碗底那裡 剛剛好 滴了在地上 剛剛好一碗 一口試一下